大家好 这是一台苹果笔记本 看着外观就知道好老好老的笔记本了 这个是一台 2007款的 这个 07款的话 白色比较常见到 它这种黑色又好像贴了膜的 这种比较少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粉丝的 它之前没寄过来之前呢 它说充电充不上 然后呢 之前是读大学是一直在用的 寄过来的时候我充了一下 充不开机 然后呢一直发热 应该主板是有问题的 它之前没寄过来之前说 如果能开机能不能值100块 我说能开机的话 100块肯定值的 因为它也担心说不收的话 寄过来 担心快递费都赔上了 但是这个不至于哦 即使这台是坏的 快递费还是 跟50100块我还是给你的 最后的话以50块价格收了 反正也不开机这个 但是我也不让别人赔快递费是吧 这么老款的笔记本我也从来没拆过哦 今天我们来爆柴 爆柴这台笔记本 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07款的笔记本 好笨重这台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脑的螺丝哦 它这个锁定的话不规格的哦 它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个中间有一个 然后呢这边上的话都有螺丝哦 这边上都有螺丝口 然后呢上面螺丝的话是这么长的 要边上是小螺丝哦 然后呢我们新款电脑的话就简单一点哦 就边上螺丝一打开全部后盖就出来了 这设计的话还是新款比较完美哦 老款始终以前设计没那么完美 你玩这螺丝的话还是这下面还是打不开的哦 应该这个电池里面还是有螺丝的 这拆电池的话比较简单哦 我们往这边一扭就开了这电池整个就出来了 这个还是苹果原装的电池哦 我们看一下这下面真的是有一排螺丝哦 这没拆开的话这后盖还是打不开 硬盘的话是在这里面这里面是硬盘的 在拆这个电脑过程中哦 这个辣椒味好重 这个应该是 北方的一个粉丝哦 应该那边吃辣椒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电脑也沾上了辣椒味道好重好重 这个螺丝打开了之后就彻底的松动了 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这螺丝扭完我们轻轻的往这上面一翘 它全部都都是可以打开的哦 不过打开要小心一点中间肯定有连接线的 我们看一下这有一条连接线哦 我们拿撬棒把这连接线这个 这卡扣给扣开 好这卡扣弄开之后我们轻轻的往上扳 就可以完整的 把这个键盘 给打起来哦 这底下一个键盘的一个设计哦 这个跟新款的完全是不同哦 设计完全是不同的 然后呢这个是硬盘哦 这硬盘应该也是换过的这硬盘 正常的原装不会打这个标签上去哦 然后呢这个是 很多人应该现在电脑基本上都没有了这个是装碟片的DVD 再是苹果原装咯 光区的话在台式机 以前老台式机经常看得到哦 但现在笔记本的话基本新款的都看不到了这个 要的这个是风扇哦 内存条 这个看看这样子应该修了好多次 老款的机型的话这个主板都比较大块哦 因为我现在新款的话主板也是一条条的 比较简单的 他这个采用两个2GB的这个内存哦 比较大块 还有这个散热风扇 充电的话一直散热这里很发热很烫很烫 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 感觉这种老款的电脑如果拿去修的话都不怎么罚算了 这个几十块收来你说亏吧 又感觉不亏你说不亏吧拿来又没什么作用 这些真的说不开机的话没什么作用哦 这个屏幕应该都是还好的 这屏幕但是真的用上的话应该很少 至少这个是07款的太老款了 根本就用不上了这个 这个拆出来是一块键盘哦 这键盘设计也是不同哦 跟现在新款也是不同的 这苹果07款设计还是 在07款当中 跟其他机型对比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能开机的话 装一个固态 装一个双系统的话非常完美 因为前段时间有朋友刚好有这个也装了一个 重新装了一下系统 刷刷机啊看看电视还是非常完美的 但这个不能开机的 能丢在那里吃土了 好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加油